第一千一百八十一张谁要见我 别愣着了 带我过去自然就知道了 凌云淡淡的笑道 金贝轩虽然疑惑 但见到凌云如此坚持 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 玄吉就带着凌云离开了日月峰 离开了日月神谷 不过在离开之前 他还去了一趟外谷 并且找到了奥峰元岭 他自然不是要带奥峰元岭一起离开 而是将自己庭院的进出钥匙 扔给了奥峰元岭 让奥峰元岭去自己的庭院修炼 一般来说 外谷弟子是不可以随意 踏入内谷弟子所在的区域的 可有着凌云这把庭院的钥匙 奥峰元岭自然就可以进入内谷 但只能够待在凌云的庭院之中 不可以擅自前往其余地方 但这对奥峰元岭来说 已经非常受益了 借助于日月风的那等充沛灵力 再加上凌云之前给奥峰元岭的灵药 奥峰元岭的舞蹈修为想不提升都难 甚至在不久之后 奥峰元岭都甚至有自信 可以去参加内谷弟子的考核了 而且还有望能够一举考核成功 那样一来 他也将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内谷弟子 接下来的两日时间 凌云就在新被宣的带领下不断赶路 一路之上 凌云并未修炼其余手段 而是利用静魔九诀 开始不断吸收恋化之前 在坠魔渊下所找到的那具神魔遗骸 随着这等恋化吸收 凌云所掌握的静魔九诀 愈发纯熟和极致 两天之后 凌云已经成功将静魔九诀 第一诀完全修炼了出来 这也就是说 现在的他 已经能够彻底的将龙千眼身上的 神魔气息给清除掉了 只是 不知道龙千眼现在的状态到底如何 他体内的神魔气息 有没有爆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等新被宣这边的事情都处理好后 凌云就会抽空去找一找龙千眼 帮他清除掉神魔气息 让其没有后顾之忧再说 凌云 再往前就是天荡山 凤舞道场就在里面 如今我们新是一族的人和纳闷是一族的人 都驻扎在了凤舞道场外 等待着决斗的开始 新哲歌和新霞姐也全都已经过来了 这一次 新哲歌将代表我们新是一族去跟孟是一族 那名33岁的天才孟子白 不过新哲歌只有真武进七重后期的修为 这一次也只是想要碰一碰运气罢了 新被宣指着前方一片山林对凌云道 进去吧 凌云点了点头 两人一前一后 以迅疾之势掠入了山林之中 很快 新被宣就将凌云带到了一片空地之上 这片空地上此时已经驻扎了好几个帐篷 其中也有着不少人影在走动 而在这群人影中 凌云很快就见到了两道稍显熟悉的身影 正是新哲和新侠 新侠和新哲见到新被宣和凌云 便是赢了上来 凌云 你在选院大会上的事迹 我们可全都知道了 你小子可真是一个怪物 竟然连比你高了好几个等级的人都能够战胜 新侠冲着凌云挤出了一抹笑容 但看得出来 他和新哲的情绪都不怎么高 凌云却直接了当地看向新哲 新哲师兄 我听说你要代表你们新是一族跟梦是一族的一个天才比斗 而且好像没有任何赢的把握 听见凌云这么询问 新哲面色微微难看 但凌云却继续道 既然没有把握 那我就建议你不如直接认输好了 清北宣和新侠在一旁听的一阵无语 这凌云也太不给新哲面子了吧 身为一名舞者 哪怕就算是战书 也绝对不会在战斗还未占就选择认输 如此一来 岂不让人一笑大方 更丢了新是一族的脸面 凌云 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吗 新哲面色微微一寒 凌云却摇了摇头 新哲师兄说笑了 论实力你可比我强多了 我又岂会看不起你 只是 你还未战斗 就已经失去了自信 这场战斗本就已经失去了意义 既然没有意义 那你又何必折腾自己 不如正是 自己 趁早认输 身为龙武帝宗 前世的凌云最不喜欢的 就是看到自己的弟子丢掉自信心 更不喜欢在毫无自信的情况下 还为了所谓的面子 硬要去找罪受 要么 你就自信满满 堂堂正正地跟人一战 输了 也输得其所 一名舞者 若是连最基本的自信都没有 以后的路注定走不长久 要么 你就直接认输 认清自己 以后继续努力 一了百了 这新哲被凌云说得哑口无言 之前 他以自己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的勇气而感到骄傲 但这一刻 他却觉得一切真的突然之间毫无意义了 自己从一开始就缺失了斗志 此战只为了所谓的脸面 确实有些可笑 林云 我不会认输的 明日的战斗 无论怎样 我都会竭尽全力 力争取胜 新哲重拾斗志 自信不少 这让一旁的心侠和心被宣 更是无语宁业 这两个人到底在说些什么屁话 听见新哲的话 林云微微一笑 这新哲倒是有点会跟 于是林云没有再说下去 而是转而道 新哲师兄 不知道这一次你们新世一族来这天荡山的人是游水统领 可否带我去见一见他 林云 这一次带领我们族人来天荡山的是我父亲 新哲一脸疑惑 他不知道林云要见他父亲干什么 谁要见我 就在这时 一个帐篷之中 走出一名六十岁左右的男子 其脑袋上已经有着不少白发 但整个人走起路来虎虎声威 林云 这就是新哲歌的父亲新圣 也是我们新世一族最为德高望重的长老 清北轩小声的在林云耳边说道 林云文言点了点头 随即冲着那男子拱了拱手 略显客气地道 小子林云 见过新长老 林云 亲圣眉头微微一皱 但随即就是一阵吃惊 你就是今年九州大比第一 最近在九州风头正盛 被人称之为云帝的那个爵士天才 没想到如此年纪轻轻 果然是英雄初少年啊 第一千一百八十二章 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 亲圣的话让林云微微吃惊 没想到自己的名声已经在九州这么响亮了吗 正所谓树大招风 林云也不知道这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坏消息还是好消息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这有利于增长自己的气韵 一旦气韵增长上去了 自己以后要想中龟神界的时候 就越是容易打破两界之间的界面壁垒 亲长老 你高抬小子了 林云谦逊地道 哈哈 林云小兄弟 不知道你刚刚说要找我所谓何事 亲圣孝道 以林云的天赋 绝对是日月神谷最为重点的培养对象 以后一旦成长起来 必定是人中龙凤 所以现在亲圣对林云客气几分 毫不意外 即使称呼林云为林云小兄弟 新北轩三人都没有感到意外 毕竟 对待日月神谷等四大超级宗门的弟子 家族其余人本就向来如此 亲长老 你得高望重 想必也不喜欢拐弯抹角 既然如此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可否将你们另外两明明日要跟孟氏一族进行比斗的族人叫出来 林云开门见山地道 这让新圣和新北轩等人都是一脸狐疑 这林云想要干什么 林云小兄弟 不知道你此举意欲何为 亲圣好奇问道 林云则是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亲长老 我的想法很简单 帮你们赢下明日的比斗 恩 亲圣等人就更是眉头紧锁了 明日的比斗 新世一族必败无疑 林云却说能要帮他们赢下明日的比斗 怎么赢 众人都顿绝云礼物礼 林云 你真有办法赢下明日的比对 可明日三场比斗 我们新世一族根本毫无获胜的把握 而如今距离比斗 时间又这么短 你能够有什么办法可以新被宣完全搞不懂林云的意思 等新长老将另外两人叫出来 我自然会将办法告诉大家 林云十分果断地道 亲圣稍稍犹豫 最后就立即让人去将另外两名族人给叫了出来 林云扫了一眼 这两名青年 一名二十九左右的样子 修为在真武镜七重中期 而另一名青年则是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修为在真武镜六重中期的样子 林云 这是新年 将代表我们新世一族去战斗孟世一族一个二十八岁 叫做孟长空的青年 青年就在不久前已经突破到了真武镜七重中期 而孟世一族的孟长空却只是一名真武镜七重初期舞者 所以新连的胜算将会非常大 亲者指着那名年纪大一点青年向林云介绍道 随后 他又指着另一名青年继续道 他叫新红 是目前我们新世一族二十五岁以下最杰出的弟子 修为是真武镜六重中期 他将要战斗的是孟世一族的另一名天才孟武 那么五年龄虽然跟他相反 但却已经是一名真武镜七重中期舞者 修为跟新连相当 所以新红胜算很小 这两人再加上同样胜算很小的新哲 这一场比斗 新世一族确实必败无疑 所以在新哲介绍完 新世一族的人一个个都是垂头丧气 颇有一点军心萎靡的样子 林云 你有什么办法 不妨就直说吧 清北轩在一旁着急的问道 以他对林云的了解 林云若是真没有办法 林云不可能会弄出这么多事来 其余人也都是一脸期待的望着林云 林云淡淡一笑 办法很简单 我代替新红去跟孟世一族 那个叫做孟武的人一战 恩 所有人正了正 这是什么意思 他代替新红去跟孟武一战 就能够帮助新世一族赢下明日的比斗 他的意思是说 他明日一定能够赢下孟武 开什么玩笑 那孟武可是真舞进七重中期舞者 虽然才刚刚突破七重中期没多久 但是舞到修为摆在那里 岂是随便人就可以战胜他的 这小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林云 虽然我听说他天赋异禀 但没想到竟然如此不自量力 以他的修为怎可能是孟武的对手 他身上的气息最多也就是真舞进舞中的气息 若是论战斗力估计给孟武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他说了对自己又没有什么影响 但对我们新世一族来说却影响颇大 让新红出手 至少还尚有一丝希望 但让他出手 那无异于就是将凤武神腾拱手让给孟世一族 新世一族其余人都是围观了过来 听见凌云的画画 都是对凌云嗤之以鼻 就连新被宣和新者等知道凌云实力的人 也都并不认为凌云是孟武的对手 毕竟 孟武可不是之前凌云所遇到的叶晴天 在九尊门孟武是最为重点培育的弟子 战斗力比叶晴天的实力还要强了不少 凌云小友 这是我们新世一族的事情 就不劳烦你出手了 亲圣更是委婉地拒绝道 亲长老实在抱歉 这并不只是你们新世一族的事情 也跟我有关 因为帮你们赢下明日的比斗之后 我也需要一半的凤武神腾 凌云却异常坚定的开口道 而他的话一出 所有新世一族的人都是愣住了 随即一个个人的表情都是立即阴沉了下来 一半的凤武神腾 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 哪怕是新生的面色也彻底凝重了下来 这时候 一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陡然之间跳了出来 其身上的武道气息可以说明 他是一名真武镜七重中期舞者 这中年男子身形跟新红十分相像 一站出来便是冷冷地对凌云吼道 小子 我们新世一族的事情还不需要你来插手 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一半的凤武神腾 你怎么不直接来抢 哈哈 抢 那也要你们新世一族有啊 没有我的出手 你们以为自己有机会拿到凤武神腾 若是我能够帮你获胜 夺得凤武神腾 那留给你们的一半都算是我大方了 凌云淡淡一笑 一副信誓淡淡的样子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张 你以为你是我的对手 凌云的话 更让新世一族的人气不过了 这算什么 比他们新世一族的所有人 小子 你少在这里装枪做事 你认为以你的能力 可以赢过孟世一族的梦武不成 那名中年男子气差不已 一看就是一个脾气较为火爆之人 凌云并不想跟他一般见识 而是直接看向新生 新长老 我若是没有把握 也就不会跟你提 若是你们新世一族 没有其余人来参加比斗 那么就只有我出手 才能够让你们获胜 虽然话有点狂 但理就是这么一个理 在凌云说完之后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十分诡异了起来 这让新北轩 新哲和新霞三人面色也都不怎么好 新哲怕气氛变得更僵 则是迅疾走到凌云身边 在凌云耳边轻声道 凌云 实不相瞒 其实这一次 我们新世一族之所以还会来此搏一搏 是因为我们还有另一套方案 恩 凌云眉头一皱 什么方案 这新哲有几分迟疑 那闪烁的目光似乎是在说明他正在思考要不要信任凌云 但想到凌云之前在忘忧谷中 不顾自己安危地就了新北轩一次 他还是选择相信了凌云 便是对凌云道 另一个方案就是 我们新世一族中有一名精通易容之术的人 所以我们家族打算冒险一事 让一名 真武进七重中期武者易容成心红的样子 去跟梦武一战 如此一来 虽然很有可能会暴露 但如若不暴露 我们新世一族至少也有半分之五十获胜的概率 这个方案就算是新世一族的其余人都不知道 哪怕是新北轩也不知道 你说的那个代替心红的人 该不会就是这位大叔吧 凌云看向刚刚那名脾气较为火爆的男子 亲者点了点头 不错 就是他 新墨书 他的身形跟心红很像 让他易容成心红的样子 应该没那么容易暴露 但凌云却摇了摇头 嘴里冒充四个字 此人不行 并不是凌云胡言乱语 而是事实就是如此 这心末确实不行 坚不说他的战斗力是否盖过了梦武 光是他这不知收敛 颇为火爆的脾气 就不适合干这样的事情 让他易容去代替新红进行比斗 那99%会暴露身份 更何况 旺氏一族的人绝对不是傻子 其中也一定有着一些实力强劲之人带对而来 就算是一荣树再怎么高明 被发现的概率也不小 所以 不单单是心末不行 这个方案都完全不可行 凌云没有刻意压低声音 他所说的话自然也就落到了心末的耳中 顿时间更让那心末怒上心头 小字 莫非你认为我还不是你的对手了 清末冷烈喝道 点 莫非你以为你是我的对手 凌云淡漠一笑 毫无所惧 若不是之前答应了新北轩 若不是为了纳凤武神腾 他堂堂一代龙武大帝会主动来帮这小小的新士一族的忙 就算这新士一族哭着喊着求他 他都未必会多看一眼 而眼下的事实证明 只有自己出手 方可万无一师弟让新士一族获胜 进而得到纳凤武神腾 到时候自己也才更加容易得到部分凤武神腾 哈哈 竟然如此大言不惭 我知道 你天赋异禀 我也知道 你在其余道路之上也有所建树 但是 你别忘了 战斗从来不是看一个人的天赋 看的是拳头的硬度 拳头不够硬 你天赋再强又有何用 清末声音愈发冰冷 虽然他脾气火爆 但他也知道 不该得罪四大超级宗门的人 更何况凌云还注定是日月神谷重点培育的对象 这样的人物更不能够得罪 但是以至此 他实在是忍不住 比他强的人可以在他面前狂 但比他弱的人不可以 更何况 凌云还如此蔑视他 就更不可以 少说废话 赤罗自驶马 拉出来溜溜便是 凌云双手环抱胸前 看起来自信满满的样子 这可是你说的 若不是凌云是日月神谷的人 欣默不敢主动对四大超级宗门的弟子动手 他恐怕早就对凌云动手了 但现在既然凌云主动提出来 那他自然不会退缩 不过丑话必须要说到前头 若是我赢了你 那就由我来代替你们新世一族出战 而且在我帮你们新世一族获得胜利之后 你们新世一族必须要将一般的凤武神腾分给我 说完之后 凌云直接看向新圣道 新长老 不知你意下如何 凌云往前踏出几步 身上站一顿起 这小子真会没事找刺激 他怎可能是新墨书的对手 等新墨书一出手 这小子就会知道自己有多愚蠢了 等着瞧吧 新墨书是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其余人都是讨论起来 亲生稍作犹豫 随即又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好 就按你说的来 首先 让新墨义荣这本就是下下之策 一旦被拆穿指不定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后果 其次 在新圣看来 凌云若是真具备战胜新墨的实力 那他战胜孟武的可能性就很大 如此一来 自己家族或许真能够获得凤武神腾都说不定 虽然林云狮子大开口要一半的凤武神腾 但相比于江凤武神腾全都拱手让给孟师一族 这个结果无疑还是非常能够接受下来的 左信他便是直接答应了下来 反正就算林云战胜不了新墨 他们新师一族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明日的比斗照旧破釜沉舟便是 如此一来 也能顺势可以让输了的林云不再多管闲事和乐而不为呢 这新贝宣 新霞和新哲三人没想到事情会这般发展 特别是新贝宣 早知道林云会跟家族闹得如此不愉快 就不将他带过来了 小子 毕竟你是四大超级宗门的弟子 为了避免伤到你 这一次交手 我跟你就点到为止即可 所以 开始好好接招吧 与此同时 新墨已经不再有任何犹豫和耽搁 身上气息抱涌而出 便是直接对林云大打出手了 第1184章雕虫小记 看着新墨林立出手 其余新世一族的人都是用一种同情之色望向林云 所谓的天才弟子 终于还是要输在自己的狂妄之上 至少 在他们看来 林云在战斗力上给新墨提携的资格恐怕都没有 清北轩自然不希望出现如此局面 他不是没有想过要阻拦林云 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 他大概也知道林云的脾气 他要做的事情 其余任何人都绝对阻止不了 就连在日月神谷之中 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都阻止不了 更何况他了 让林云去碰碰壁 杀一杀他的锐气也好 况且新墨书知道林云是日月神谷的弟子 也绝对不会真的对林云下太狠的手 于是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新墨的灵力无比的一掌就斜着一股火之傲义 凶猛无比地朝着林云的身上砸了过来 望着瞳孔之中欲发放大的掌印 林云依旧淡定无比 眼看着那火焰一般的掌印就要落到林云的身上 林云的身体这才开始动了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 蕴含了一丝雷之傲义罢了 就生生地跟新墨的掌印对碰在了一起 砰 问响如雷 转瞬而起 便可见林云和新墨的身体都是不受控制 地往后倒退了十几步 所有人都是心头一跳 他们原以为光是这一掌 林云就该吃大亏 但林云竟然只是随便轰出一拳 就能够跟新墨的掌势旗鼓相当 恩 就连新墨都是有点傻眼 林云身上的五道气息明明就只有真五进五重中期而已 为道理能够接下他这一掌 别疑惑了 想要战胜我 就拿出你的真实本事来 林云淡默一笑 这新墨虽然是真五进七重中期 但应该只是刚刚突破到七重中期不久 修为境界应该还并不稳固 纵然比之前林云所对付的叶擎天要强上不少 但要想单单靠这点手段来对付林云 那确实是天方夜谈了 我就不信还对付不了你这小子了 烈火掌 轻默微微怒气涌上心头 随即 他将所掌握的火之傲益催动到了极致 整双手都被火焰所覆盖 而随着他手印翻转 手上的火焰更是灼灼燃烧 仅仅只是虚余之间 便是在他身前凝成了一道巨大的火焰掌印 火焰掌印时冲云霄 恍若能够将天地都烧穿一般 最后 这等攻势就随着心莫低喝声暴涌而出 直奔林云而来 雕虫小记 对于前者这点攻势 林云自然丝毫不放在眼里 清灵臂 圆满之境 林云毫不犹豫地施展而出 那一刻 他整条手臂都是被青色鳞片覆盖 整条手臂也倾刻间就粗壮了好几倍 其上力量纵横 伴随着林云一拳轰出 千军之力便是如同火山爆发一般从拳头上喷涌而出 那等拳竟与火焰掌印重重相撞 轰猛龙 天地一片轰鸣 世界都为之颤抖一般 下一煞 众人就见到 林云和心莫的身体再度双双倒飞了出去 但这一次 林云只是倒飞出去十几米 但心莫却足足倒飞出去了三四十米 差距已经开始出现了 但所有人见到这一幕都是不由得到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林云在面对一名比自己高了好几个小境界的人面前 竟然已经开始稍稍占据了上风了 这也太离谱了 当然 更无法接受的还是心莫 虽然只是初步交手 但光是这等初步交手 林云的战斗力就让其震惊了 他真的只是一名真五进五中的舞者吗 可为什么心莫却感觉自己似乎是在跟一名真五进七重 甚至等级更高的舞者在战斗 别告诉我 这就是你的真实本事 如若是的话 我奉劝你现在最好就认输 林云轻轻一笑 饺子 别得意太早 这不过只是预热罢了 接下来 才是真正进入正题 让心莫就这么认输 那怎么可能 一旦认输 他恐怕这辈子都会活在林云的阴影之中了 也会沦为心事一族最大的笑柄 更何况 他并不认为林云真的不可战胜 因此 在他说完之后 他直接拿出了一个铁箱子 困神箱 给我困 就见到他将灵力源源不断地注入到了铁箱子之中 那个铁箱子顿时间光芒大盛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间 就膨胀了不知道多少倍 仅仅仨 更是将林云所在的一方天地都笼罩在了其中 也将林云身体笼罩在了铁箱子之内 区区一件普通的天极宝器也想困住我 林云戏血一笑 圣龙齿已经握在了手中 随后就是甩了出去 由于林云已经沟通了圣龙齿的气灵 已经让这圣龙齿足以发挥出圣气之威 所以当圣龙齿轰在那铁箱子上后 只听见一道咔嚓的破碎之声 所有人就惊恐地见到 西莫所拿出的那个铁盒子宝物 竟然直接破碎了一个洞 而正是那个洞让整个铁盒子的宫式都化为了乌有 接着 铁盒子恢复之前的形态 但却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声势 毫无疑问 圣龙齿的圣气之威将其这件在普通不过的天极宝器给摧毁了 什么 西莫大吃一惊 接着就是一脸肉痛 这件宝器可是他之前差点亲近所有财力方才得到的 但现在说被毁就被毁了 怒火 熊熊燃烧 凶翼 蓬勃而起 之前他考虑到凌云是日月神谷重点培育的弟子 一直为畏缩缩 有所留守 但这小子竟然敢破坏自己的宝器 那西莫也绝对不会跟他客气了 这一瞬间 西莫身上气势如虹 战役暴涨数倍 整个人给人的感觉一下子就完全不一样了 变得不可一世 变得锋芒毕露 甚至 在这之间 西莫直接将其凤五宝体都施展了出来 这凤五宝体虽然没有新被宣纳般达到了半圣之体的地步 最多是玄体的样子 但所散发出来的凤五之力 依旧强劲无比 甚至让整个四周的空间都是颤抖起来 恍若随时都要被这等气势震得破碎一般 第一千一百八十五章五凤神徒手 周围其余新世一族的人都是对西莫投来了畏惧之色 这等声势足以让他为之动容 只是 林云还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随即更是轻描淡写地摇头苦笑道 似乎终于有那么一点强者的样子了 只可惜在我面前还是太刺了一点 周围众人都是愣住了 这小子要不要这么狂 清末都将凤五旋体施展出来了 他竟然还那般面试心末 这么拖大吗 小子 看你接下来如何接得住我的招数 清末无疑更是气急败坏 被一个小自己这么多的人面试 而且还是一个武道修为 也比自己低了这么多的人 这口气 他哪里淹得下去 必须要好好给林云一点颜色瞧瞧 要让这小子明白狂妄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 出招吧 林云淡然一笑 这种态度 让清末更是愤怒了几分 嫁一煞 他不再有任何留守 当即就非常干脆地将新世一族一套 跟奉五之力有关的手段亮了出来 小子 我说过看在你是日月神谷弟子的份 我们的比斗点到为止 所以 只要你接下来能够接住我十招 这场比斗就算你赢 清末胸有成竹 一副十招之内必定会让林云满地找牙的样子 倒不是他看不起林云 只是这等奉五之力已经算是他的拿手好戏了 如若林云还能够在他这等招数下接下十招 那他还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战胜林云了 林云闻言却不由得戏谑一笑 随即更是果断地摇了摇头 怎么 前十招太多了 我也觉得十招确实对你不公平 既然如此 那就五招 只要你能够在接下我五招之后 还能够站起来 就算你赢 这总可以了吧 清末以为林云是怕了 所以脸上的冷笑不禁更胜了几分 甚至将十招改为了五招 算是表明自己人之意尽了 但林云还是直接摇了摇头 这就让清末有几分不爽了 小子 不要得寸进尺 只让你接我五招 已经算是对你最大的恩惠了 如若真要比斗 到时候你却胳膊少腿都有可能 林云表现得越耸 那清末无疑就越是高兴 这才是他所想要的局面 也是本该正常出现的局面 周围心事异足的其余人 也认为林云这事认怂了 一个个也情不自禁地 流露出了一丝嘲讽之色 让我不要得寸进尺 哈哈 林云却突然大笑了起来 随即面色一灵 你放心 我不会得寸进尺 但我会让你得寸进尺 十招 五招 这太浪费时间了 我给一次机会 只要你能够接住我三招 我就算你赢 什么 剑场一片惊疑之声 所有人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林云 本可以只需要接住 新墨五招就能够获胜 可他却偏偏不同意 如今反而要让新墨 接住他三招就算后者赢 这是脑袋被门给加了 还是被驴给踢了 但凡任何一个正常人 应该都干不出这事来才对 一旁的新盛长老 新贝轩三人也都是愣了愣 俨然 他们也都没有想到林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但对于新贝轩来说 他则完全不吃惊 这就是林云 他所认识的林云 还有什么话他说不出口 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 这放在林云那里 只能算是小打小闹罢了 只不过他心中更加好奇的是 林云当真有把握可以再让新墨 输接不住他的三招吗 可上一次在选院大会 林云可没有表现出这等战斗力 这才只是过去十天不到的时间而已 总不能他的战斗力又大大提升了吧 由于好奇 新贝轩反而变得期待了起来 他隐隐间感觉 林云又要给他一次惊吓了 当然最以为自己听错了的是新墨 他做梦都想不到 林云会这么瞧不上他 接他三招 这么不把他放在眼里 但见到新墨没有说话 林云嘴角却再度勾起了一抹冷笑 几乎是照搬之前新墨所说的话道 怎么 前三招太多了 我也觉得三招确实对你不公平 既然如此 那就一招 只要你能够再接下我一招之后 还能够站起来 就算你赢 这总可以了吧 一招 这个数字一出口就瞬间激起了千层浪 至少让在场其余人内心一阵骇然 一招 这已经不是狂了 这简直可以称之为一种羞辱了 这位大叔 我劝你最好不要得寸进尺 只让你接我一招 已经算是对你最大的恩惠了 如若真要比斗 到时候你却胳膊少腿都是绝对的 接着 林云又将之前新墨所说的话再度说了一遍 怒 怒到了极点 清墨的暴脾气已经被完全被点燃了 他从未遇到过这等嚣张的小子 他好歹也是真武进七重中期舞者 放眼整个九州 那也算得上是武道强者的存在了 何曾被一个小子这么羞辱过 给我滚蛋 清墨怒吼一声 四周的空气都仿若倾刻间躁动不已 驾一煞 一道道凤影陡然在新墨身上闪现而出 随即就可见 有着五道金色凤影 伴随着新墨手印掐绝而在他身上慢慢凝成 最后又迅疾冉冉升起 最后形成了一个圆形之状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嗡嗡 五道凤影 灼灼其滑 光芒万丈 皆是气息狂暴 陡然间 五道凤影皆是迅疾在空中盘旋了起来 当盘旋到了一定频率后 竟是全都朝着圆形的中心点位置撞击而去 轰轰 俱声轰鸣 无数金光炸裂 让整个天地都是璀璨无比 而在这等漫天金光之中 一道冷漠的低吼声响起 五凤神徒手 就可见五道凤影撞击的位置 一只无可名状的金色巨手抖然伸了出来 那巨手之上有着五道凤影的烙印 恍若是由五道凤影凝炼而成 继而蕴含了五道凤影的狂暴力量 那凝聚而成的力量 狂暴无边 令得那只金色巨手 恍若一只神灵之手从天而降一般 这是凤影神徒手 清末书竟然将其修炼到了五凤的境界了 据我所知 凤影神徒手一共有着十二层境界 在我们新世一族 能够将其修炼到五凤的人区只可数 其中修炼到最高的 也就是七凤而已 只要我们新世一族能够得到这凤五神藤 那么以后绝对会有人修炼到更高层次 这凤影神徒手也算是我们新世一族的祖传武学了 真不知道将其修炼到十二凤的时候 会是何等的强大 第1186章你输了 见到新墨施展出五凤神徒手 新世一族的人一个各计吃惊 同时又羡慕不已 也由此 他们更认为凌云不可能还有跟新墨一战的资本 但凌云却还是宠辱不惊 他面色丝毫不改 仿若毫不将新墨的攻势放在眼里 我既然说一招 那就是一招 无论你接不接受 也都是一招 这一招过后 书赢自有定论 凌云神色陡然一领 随着他的声音骤然响起 他将圣龙齿直接拿了出来 圣龙齿第三道明清客金就已经激活 与此同时 他还将龙暴神通 雷之奥义一并施展到了极致 他知道 这就足以对付新墨 至少足以对付新墨这一招了 但他更想知道的是 自己在沟通了圣龙齿的气灵之后 将圣龙齿第三道明施展到极致后 这第三道明所爆发出来的攻势具体有多可怕 今刻间 圣龙齿上龙危待事 无尽的龙气不断从其上暴涌而出 最后汇聚成了一道龙影 即使还没有用龙暴神通加持 龙影的体型就已经比之前壮硕了好几倍 而当龙暴神通加持在上面后 辣椒龙的体型再度膨胀了几倍 配合同样用龙暴神通加持过的雷之奥义 瞬间就变成了一头数百米的雷胶 这等雷胶比凌云化身雷胶变的时候要恐怖多了 至少光它凝聚而出的刹那 四面八方的空气都似乎瞬间就凝固了下来 不少人骨子里的畏惧都是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 这时众人纷纷面目胆寒 隐隐间他们都感觉 凌云施展出来的这等手段十分可怕 甚至让他们头皮发麻 也就在众人这等经意之间 第三道名所激活的圣龙如同火箭一般咆哮而出 仅仅只是眨眼间 就已经跟心目所凝聚的那只金色巨手碰撞在了一起 轰猛龙 无尽的声响真耳欲聋 令得一方天地都是颤动不安 可怕的能量风暴席卷四周 地面可见均裂出一道道巨大的沟壑 剑场一片烟尘滚滚 周围纳筑扎的几个帐篷瞬间被碾成粉碎 声势骇然 更令心事一族的人纷纷暴退 但即便如此 心事一族其余人的目光都不曾离开场中的攻势半刻 他们都想要知道 这等碰撞之后 结果会是怎样 但接下来的结果 却让所有人感到惊恐 因为他们见到 心目所施展而出的那强势无比的金色巨手在 在跟凌云的庞大雷胶对碰之后 竟然那般不堪一击 轻刻间就支离破碎了 虽然凌云所施展的那道雷胶的声势也被抵消了大半 但那余威公事却还是轰在了心目身上 将心目身体重重轰飞了数十米 虽然心目及时将身体稳固了下来 但是他喉咙一甜 一口心红的鲜血还是抑制不住地喷了出来 他受伤了 反观凌云 在烟尘退去之后 身体鼻挺地利在那里 疑似独立一般傲视全场 连有受伤 甚至连面容都没有因此耗费了凌厉而变的憔悴 还是那般神采奕奕 那般不可一世 这现场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是惊恶地说不出话来 这个结果他们从未想过 心目输了 输在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手中 输在了一个比自己低了好几个等级的武者手中 但没有人觉得心目输得冤 凌云太诡异了 甚至心圣和心事一族其余人见到凌云此刻一脸轻松的表情 都固有得认为 凌云还有底牌 一旦他将那底牌亮出来 心目绝对都会有性命之忧 这这不可能 清末满脸的不甘心 他将武凤神徒手都施展出来了 他没理由会输才对 清末 你确实输了 所以 明日我心事一族和梦事一族的比斗 就劳烦凌云小兄弟出手了 清圣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这一次对待凌云的态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仅仅只是客气 甚至还有一丝恭敬之色 若说之前他只是道听途说 以为凌云是天之骄子的话 那现在他就是亲眼所见了 这等人物以后成长起来 那能是一般人吗 现在不跟其打好关系 等以后他一飞冲天了再想跟他说上话 恐怕都几乎不可能了 长老 他并不是我心事一族的人 根本就没有资格代替我心事一族出手 更何况 明日的比斗要在凤五道场之中进行 只有拥有凤五血脉和凤五宝体 以及修炼了凤五绝的人才可踏入其中 他根本就进不去 清末不服气地道 家族已经承诺 如若清末能够代替新红出手 若是赢下了明日的比斗 那家族就会让新末成为长老 并且得到率先恋化吸收一部分凤五神疼 这等承诺对新末来说太重要了 新末 够了 你已经输了 输了就要愿赌服输 至于你说凌云不是我心事一族的人 这有何难 从今日起 凌云就是我心事一族的供奉 算我心事一族的人便可 如此一来 还没有了你易容冒充新红被拆穿的风险 不过 你所说的明日要进入凤五道场比斗道 确实是一大问题 凌云小兄弟进不去的话 那看来我只能立即赶往梦氏一族的驻地 跟他们商量一下在凤五道场外进行比斗 希望他们能够答应下来 亲圣道 让新末参加明日比斗 这是铤而走险之举 成功率实在是太低了 因为不但有身份暴露的风险 而且以新末的实力 也很大可能不是孟氏一族那个叫做孟武的对手 但凌云实力比心胜强 而且凌云的年纪就在25岁以下 何乎要求 让凌云代替新氏一族出手 可谓是更加万无一失 换作任何一个人来选择 恐怕都会选择凌云 亲长老 不用去商量了 我并不介意明日的比斗在凤五道场之中进行 因为你们所说的凤五诀 我其实早就已经掌握了 凌云轻轻一笑 随即身体一震 一股病不弱的凤五气息蔓延开来 众人一震 随即一个个都是看向新哲 新侠和新被宣三人 亲世一族的凤五诀向来带不外传 凌云竟然掌握了凤五诀 毫无疑问正是新哲三人传给凌云的 不过如此也正好不用担心凌云无法踏入凤五道场了 而新哲三人见到新世一族众人的目光 除了苦笑就只有继续苦笑 第1187张望世一族 这一夜 凌云就在新世一族的驻地休息 由于凌云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天赋 新世一族的人都是对凌云敬畏和客气有加 特别是新哲的父亲新圣 将凌云当作贵宾对待 那等热情甚至让凌云都有点不适应 毕竟 凌云现在在日月神谷也仅仅只是那股弟子而已 而新哲已经是核心弟子了 直到夜深 凌云盘坐在驻地一个角落 方才落得少有的清静 一夜无风 凌云之前在自己的庭院之中已经修炼了好些天 之后又连着赶路了两天 所以这一夜他没有再继续修炼 而是放松心态 好生休息 养精蓄锐 迎接明日的比斗 时间匆匆 岁月如梭 一夜时间 转瞬即逝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进入凤舞道场吧 新圣对所有人道 众人都没有意义 随后就在新圣的带领下 朝着天荡山深处的凤舞道场而去 不得不说 这凤舞道场的位置十分刁钻 是在一个盆地之中 这个盆地四周丛林茂密 巨树林立 其中涌荡出一股阴冷的气息 给人一种不敢贸然闯入的畏惧之感 想必换作任何一个人 都不会贸然进入其中 而且 在进入盆地之后 里面光线极暗 而且时不时还能够感应到一些恐怖的妖兽气息 凌云等人在其中穿梭了好一段时间后 方才终于到达了一片诡异的地方 之所以所这片区域诡异 那是因为在这片区域中 有着一个巨大的光照 那个光照就是是一个铁盆倒扣下来一般 而那光照之内有着非常浓郁的凤武之力 不过 在那光照之外 还有着一层阵法之威 这阵法并非是天然形成 而是后天布置上去的 凌云 那就是凤武道场 而我们想要得到的凤武神藤 就在这凤武道场之中 如今这凤武道场中尾 已经被我们新式一族和梦式一族联手布下了阵法 只有我们两家一起联手才能够开启阵法 进入其中 清哲向凌云介绍道 在新哲说完之后 又有数道破风声响起 全集众人便是可见 不少身影从周围丛林之中掠出 为首的是一名跟新圣年纪差不多大的男子 身上气息磅薄 跟新圣一样 至少都是真武近七重后七武者 而在那男子身后 有着三人 清哲指着那三人对凌云介绍道 凌云兄弟 这三人就是等一下要跟我们进行比斗之人 那位青色衣服的男子 正是要跟我对战的孟子白 而在孟子白身边的蓝色衣服青年 叫做孟长空 将会对战我们新式 一族的新年 至于最后那个年纪最小的红衣服青年 就是你要对战的孟武 随着新哲的介绍 凌云的目光主要落到了纳孟武身上 此人背负一把战己 身形魁梧 眉宇之间有着一丝暴力 不用说 此人应该修炼了一种极为凶利的手段 而且此人身上的真武近七重中七气息极为浓郁 这代表着他的真武近七重中七的境界要比之前凌云面对的心目要稳固多了 看来果然是一个棘手的对手 亲圣 没想到你们新式一族的人明知道会输给我孟式一族 却还是如此积极 看来你们新式一族的心态还是不错的 孟式一族那名带队的男子冷冷笑道 孟武长 少说废话 今日的笔都还未开始 你怎么知道我们新式一族一定会输给你们孟式一族 亲圣自然不会给孟式一族的人好脸色看 有了凌云在 他们底气比之前还要足多了 至少 之前他们有百分之七八十会失败 但现在变成了五五开 哈哈 我真不知道你们新式一族哪来的自信 不过既然你们那么着急想要看一看自己惨败的下场 那我们孟式一族就成全你们 别傻站着了 跟我一起开启凤舞道场外的阵法吧 孟武长清冷一笑 眼神之中明显对新式一族充满了一种轻蔑 这让得新式一族的人更是不爽了 一个个也开始期待等比都开始 新式一族的两人和凌云能够狠狠地打孟式一族的脸 亲圣没有再跟孟无常多费口舌 而是将自己的武道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 然后手印翻转 形成一个割印法 不断地轰在了那封武道场外的阵法之上 孟无常冷冷啼了一眼心声 随即也迅疾动手 同样是手印翻转 然后将自己的印法轰击在了那等阵法之上 随着两人动手 整个阵法开始剧烈颤抖 但一丝丝阵法之威却开始不断消敏了下去 最后化为乌有 新式一族的人施展凤武绝 跟我一起进去吧 亲圣对新哲和凌云等人道 之所以要他们施展凤武绝 是因为并非所有新式一族的人都觉醒了凤武保体 所以还是得需要利用凤武绝来抵御凤武道场之中的凤武之力 孟是一族的人 同样施展凤武绝 也跟我一起进去吧 孟无常同样下发命令 于是 两方人马 都是争先恐后地踏入了凤武道场之中 凌云 我们也进去吧 亲被宣催促了一下凌云 凌云点了点头 立即将凤武绝亮了出来 就随着新式一族的人进入了凤武道场之中 一踏入凤武道场 凌云顿觉自己身上热浪滚滚 那等炙热 并不是被火烧一般的炙热 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另类炙热 还给人一种别样的火辣辣的感觉 若非有着凤武绝抵挡 凌云敢肯定自己现在绝对会苦不堪言 凌云大概知道 这等凤武之力应该就跟之前他所掌握的阴煞之力一般 应该也属于天地气息的一种 之前他所掌握的天机分身 需要阴煞之力才能够开启 而这新式一族的凤影神徒手也是需要凤武之力才 能够施展 这应该就是同样的道理 第1188章第一场比斗败 不过凌云施展凤武绝所产生的凤武之力并不能够供自己使用 只有像心末和心被宣折等拥有凤武宝体的人 应该才能够真正运用凤武之力 这也是新式一族和梦式一族这两个家族都非常寄予凤武神藤的缘由 毕竟老颜也说过 这凤武神藤就可以助长武者激活或者强化凤武宝体和凤武血脉 若是小九能够练化那凤武神藤 以其凤武九天血脉 也可以掌握这等凤武之力 到时候凌云再帮他从新式一族弄一些功法和武学 小九或许还真的能够像人类一样修炼武道 这对小九来说绝对是一大里程碑 两方人马进入凤武道场之后 就一个禁地往前冲 只是这等冲也是有极限的 因为越是往凤武道场深处前进 里面的凤武之力就越是恐怖 越是恐怖 就越难以让人能够承受下来 哪怕就是新北宣和西末这等身怀凤武宝体 亦或是梦式一族那些身怀凤武血脉的人 也都不敢再贸然靠近 以至于众人最后只是到达了凤武道场三分之二的深度 就全都停了下来 但在这里 已经依稀可以看见凤武道场最深处位置的情景了 当然 这等依稀是指其余人 对有着蔑式神谋的凌云而言 凤武道场最深处位置的情景 他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再清楚不过 只见那里有着一处绝壁 绝壁之上除了一个青涩长藤 什么都没有 那青涩长藤有手臂粗壮大小 长度大约有15米左右 他盘踞在那峭壁之上 给人一种仪式独立 其余杂草树木都不敢靠近半分的样子 当然 最为重要的是在凤武神藤下方 有着一具夭兽骸骨 如若凌云猜测不假的话 那应该也是一种凤武种族的夭兽 而且生前的战斗力一定超群 因为那妖兽海骨上所散发出来的那股凤武之力是凌云所见过最为浓郁的存在 已经浓郁到了极致 甚至凌云都有理由怀疑 那凤武神藤之所以会生长而出 就是由于那海骨上的凤武之力太过于浓郁 继而滋养孕育而成 那等浓郁程度的凤武之力 哪怕就是凌云这等肉身十分强大之人 若是胆敢靠近 恐怕都不是受伤那么简单了 多半会直接没命 这想必也是新式一族和梦式一族的人都不敢贸然靠近 需要找到具备凤武血脉的妖兽过去才行 这想必就是为何新式一族很早就发现了这凤武神藤 却束手无策 而那心被宣执到自己有着一只凤武九天血脉的受宠后 会千方百计让自己将受宠借给他的缘由吧 此外 小九似乎也感应到了凤武神藤的存在 在乾坤画卷之中的他 竟然变得兴奋了起来 当然 凌云其实现在就可以让小九直接往深处飞过去 去取那凤武神藤 但那样一来 自己无疑就成为了新式一族和梦式一族两大家族的仇敌了 到时候只会将自己陷于危难之中 反正现在新式一族已经答应自己的要求 等得守后将凤武神藤分自己一半 所以自己完全没有必要铤而走险去做这等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直接开始吧 梦式一族的人应该是隐隐间已经看见了凤武神藤 一个个眼中都流露出了贪婪之色 那梦无常也毫不耽搁时间直接到 在他说完 梦式一族那名33岁的天才梦子白就站了出来 撇嘴冷冷喝道 你们新式一族派哪个废物出来跟我一站 直接站出来受死吧 言语之间那种不可一世的态度 将其骄横的一面毫无保留的展现了出来 亲生看了一眼新哲 新哲深呼吸了一口气 随即心底猛的一沉 纵身一跃 便是掠了出去 跟孟子白对峙在了一起 就凭你也妄想跟我斗 找死不成 孟子白清冷一喝 完全没有将新哲放在眼里 要战便战 哪来那么多屁话 但新哲却毫不耽搁 直接将自己的强招施展而出 穷魂的灵力波动从他体内爆发而出 一根铁链就被他直接甩了出来 那条铁链宛若蟒蛇一般 斜着倒倒狂风 快若闪电地抽向孟子白 不自量力 孟子白嘴角冷冷一撇 一掌直接探出 静视生生的将那等铁链抓在了手中 同时将那铁链上的攻势全都卸掉 亲者并未就此放弃 强往的攻势继续毫不留情地轰出 然后就跟孟子白激站在了一起 只是他和孟子白之间的实力差距还是太明显了 毕竟 新哲是真武镜七重后期舞者 而这孟子白却已经是一名真武镜八重初期舞者 虽然新哲亲近自己所有强招 但在孟子白面前却都是小菜一碟一斑 轻而易举就被其化解了 就这点能耐根本就不配跟我一战 滚吧 孟子白不想再跟新哲周旋下去 这一次主动出击 猛的一拳轰出 仅仅只是这一拳 就直接将新哲轰飞了数十米的距离 新哲嘴里更是不受控制地喷出漱口鲜血 我输了 新哲无奈 只能放弃 昨晚新胜就已经交代过新哲 让新哲将这一场比斗当成一种历练 若是赢了固然好 若是赢不了 千万不要硬着头皮上 哪怕就是直接认输都必须要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危 清哲自然也明白这些 所以这一战 他只求尽力 现在他倾尽了全力 虽然还不是孟子白的对手 但也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让其在心底有了更加想要变强的憧憬 人以为你们新是一族应该还有两把刷子 但没想到你们新是一族的后背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今日这场比斗 看来注定是没有什么悬念 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孟无常冷嘲热讽的笑道 孟是一族的人都是冷笑连连 而新是一族的人则是面色阴沉无比 孟无常 我劝你最好不要别得意的太早 接下来不是还有两场比斗吗 咱们走着瞧 青莲 这一场比斗该你上场吧 记住 不要有任何留守 务必要将这一场比斗拿下来 亲生并未因为新者的失败而气馁 在新是一族的预计之中 第一场比斗本来就是要输的 关键是第二场比斗 如若新莲能够赢下来 那么他们新是一族就还有不小的机会最后获胜 如若新莲也输了 那他们新是一族可就真的彻底败了 第一千一百八十九张谁输谁赢 孟长空上来跟我一战吧 青莲缓步走上前 目光看向孟是一族中的那名蓝衣青年 被青莲点名道姓 孟长空脸上却露出一抹轻鸟淡血的笑容 随即同样缓步走了出来 傲然挺立的站定在了新莲面前 新莲 你以为我不是你的对手 孟长空淡淡一笑 难道不是吗 新莲反问道 根据之前得到的消息 这孟长空是一名真武镜七重初期舞者 而新莲已经是一名真武镜七重中期舞者 所以无论怎么看 新莲的胜算都要大很多 嘿嘿 你也太自以为是了 孟长空吃笑一声 随即他体内的五道气息就如同潮水一般轻涌而出 那股气息绝不是真武镜七重初期舞者的气息 而是真武镜七重中期舞者的气息 他竟然也是一名真武镜七重中期舞者 新是一族的人都是愣住了 而孟是一族的人则传出一阵冷笑声 很显然是孟是一族的人定是知道新是一族的人 会打听他们派出来比斗的人是谁 所以就趁机故意放出了假消息 亲生是不是觉得很惊喜 很意外 你们新是一族的人不但实力一般 连智商也低得离谱 孟无常音策策地笑着 这让新是一族的人更是心冷了 就连凌云都捏了一把汗 新连一旦输了 那他可就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了 到时候凤武神腾落入孟是一族的人手中 凌云可就没那么容易弄到手了 哪怕新连 此刻面色也低沉了几分 新连 你现在还觉得你一定能够赢我吗 孟长空虽然笑道 但新连却并未因此而畏惧 相反讥笑一声 孟长空 就算你也是真武进七重中七武者又如何 还不是跟我同等境界 至于是舒适赢 那就要看看是你的拳头硬 还是我的拳头更硬了 下时间 新连便是出手了 一拳轰出 破风阵阵 哼 那就比比看 孟长空冷哼一声 同样一拳轰了出去 两拳相撞 令得空气一阵暴明 就可见新连和孟长空都是相互被震退数十步 两人旗鼓相当 谁输谁赢似乎还真不好说 但由于孟十一族已经获得了一场胜利 所以一个个都显得十分轻松 而新十一族已经输不起了 自然都十分严肃和担忧 比拼拳头有什么意思 还是让你看一看我的长枪有多锋芒毕露吧 孟长空仰手一番 一把长枪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源源不断的灵力灌输到长枪之上 让长枪爆发出一股强盛的宝气之威 只见孟长空的眼神陡然变得犀利灵力 随着他手中一抖 无数道枪芒凝聚而成 然后全都朝着新连身体的要害部位暴射而去 很不巧 我的兵器也是长枪 那就看看我们两谁的长枪更具威力 亲连手中同样出现一把长枪 长枪横扫而出 如同一条巨蟒 将那些习向自己要害部位的枪盲技术抵挡了下来 接下来 两人长枪频频或刺货扫而出 当当 轰轰 两柄长枪不断碰撞 激起万千火花 令得周围空间轰鸣阵阵 甚至都开始扭曲了起来 这等比斗与孟子白和新哲的比斗完全不同 孟子白和新哲的比斗几乎可以说是一边倒的局势 而孟长空和新年的比斗可谓是平分秋色 即便交锋激烈 但双方却一度没有分出高低 一时间谁都没有占到对方的便宜 当当 又是一次凶猛的对碰 这一次对碰之后 有着无尽的风暴席卷开来 新莲和孟长空的身体都是落地 而他们紧握长枪的手掌之上 都已经渗透出了丝丝鲜血 孟长空 与其我们两个一直这样毫无结果地比拼下去 不如就直接干脆点 我们各自量出自己最强一招 谁受伤更重 就算谁输 如何 新莲知道 双方若是就这么战斗下去 恐怕再战几个时辰都未必能够分出胜负 索性就一招定输赢 好 就如你所说 等你输了之后 我希望你可不要后悔 孟长空不以为异地淡漠一笑 只怕会后悔的人是你 五凤神徒手 一道道凤影开始在新莲身上凝聚 这一招 凌云之前跟新莲比拼的时候 同样是真五进七重中期的新莲就施展过 不过新莲此刻施展出这套手段所激起的那等气势 却要比新莲要强不少 下时间 五道金色凤影 以圆形之状悬浮在了新莲的头顶 嗡嗡 五道凤影 光芒万丈 气息狂暴 声势不凡 一如之前新莲施展这套手段一样 在新莲的催动下 五道凤影皆是迅疾在空中盘旋了起来 最后全都朝着圆形的中心点位置撞击而去 顷刻间 无数金光炸裂开来 漫天璀璨光芒绽放 拳击 一支无与伦比的金色巨手陡然闪现而出 巨手之上力量纵横 那等力量萦绕巨手左右 令得整片空间都是颤动不安 给我灭 随着新莲一声低贺 金色巨手呼啸而出 视如破竹 骇人听闻 孟长空见状 面色陡然一宁 他舌尖一咬 一口金血吐出 顿时间整个身体之上 血气沸腾 赫然他将自己的凤无血脉直接施展而出 然后 血色光芒从孟长空体内冒出 一股强大的威严随之蔓延 令得四周众人都是恍若窒息了一般 所有血色光芒不断在空中凝聚 最后随着孟长空手中舞动的长枪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凤影 孟长空没有多余的动作 只是一步跨出 手中长枪一抖 顿时间 纳蕴含着山月一般可怕力量的凤影就张牙舞爪地撕裂长空 朝着新年的攻势冲了上去 这一刻 漫天空气恍若被抽离了一般 两股攻势掀起道道飓风 最后以绚丽无比的姿态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阵龙发聩的巨声传荡八方 强大的冲击波更是席卷开来 仿若要将整个天地都掀翻了一般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死死地盯着两道攻势相撞之处 一个个的脸色都是凝重不已 这等碰撞 着实惊人 而最终谁输谁赢 就全看接下来的结果如何了 第一千一百九十章最多就是鄙视你们而已 轰猛龙 碰撞声响天动地 金色巨手和巨大凤影不断相互侵蚀 所有人都是看得头皮发麻 但也就在众人这等注视下 金色巨手和巨大凤影开始相继崩离破碎 最后都是不断化为漫天机粉 不断消散在了半空之中 随着这种消散 现场众人都是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特别是金色异族的人 都几乎要窒息了 赢 一定要赢 金色异族的人都是心中暗暗祈祷 不一会 两道攻势终于是分出了高低 就见到那凤影彻底消敏 而金色巨手却还剩下一根手指头 那手指头之上依旧有着攻势余威 也正是那等攻势余威 斜着狂暴的能量风暴重重地轰击在了孟长空的身上 孟长空面色大变 虽然及时出手抵挡 但脚步却还是不由得倒退了几步 其身上的气血也相应地变得紊乱了几分 你输了 新莲见到这一幕 不由得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场战斗的重要性 他只能够赢 绝对不能输 如今 他稍稍占据上风 按照他和孟长空的约定 这一战就是他赢了 可恶 孟长空面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从不认为自己会输给新莲 但刚刚他确实稍稍处于烈士 虽然这点烈士并未对他身体造成多少影响 若是在大战之中 根本都不算什么 但是在他刚刚和新莲的约定前提下 他就是输了 以至于他此刻都后悔 刚刚为何那般自信过头地要答应新莲 自己输了 那家族承诺给自己的好处将荡然无存 以后自己在家族之中恐怕还会被同族之人冷眼相看 不 我没输 我们继续战 孟长空不甘心自己以这种方式输 他还想要继续动手 但新是一族的人又岂会让其出尔反尔 新圣见状 立即纵身一跃 挡在了孟长空的身前 强大的气息从新圣身上抱涌而出 生生将孟长空的举动镇压了下来 随即 新圣冷漠的目光落到了孟无常身上 对孟无常道 孟无常 愿赌服输 莫非你们孟是一族的人说话就当是放屁一样吗 还是你们就都这么输不起 孟无常面色阴寒下来 孟长空不但输了笔斗 竟然还如此丢人现眼 还不给我滚回来 孟无常呵斥了一句孟长空 孟长空无可奈何 只好推到了孟是一族的阵营之中 但其余孟是一族的人看向他的目光都是有那么一丝不太友好 他们也都认为孟长空有赢的资本 他却非要自信过头答应新联的狗屁约定 亲圣 我们孟是一族也是怕你们新是一族输得太难看 所以特意放水让你们一局 但你们新是一族也仅仅只能够赢这一局罢了 莫非你还以为你们新是一族还有机会在我孟是一族手中再拿下一场比都不成 问号 哈哈 孟无常收拾起心情 面色再度恢复到冷傲之色 就算让新是一族赢下一局又如何 他们孟是一族还有一名更加天赋异禀的天才还未出手 莫非新是一族有抗衡的能力 那可未必 亲圣信是淡淡地道 凌云 论天赋 绝不输孟是一族的天才孟武 甚至可能还远远超过孟武 论实力 从之前的表现来看 凌云也未必就会输给孟武 哦 直到如今 没想到你们新是一族还如此一想天开 那我倒是非常好奇 你们新是一族到底能够派出哪个25岁以下的小子来跟我们孟是一族的孟武一战 孟武常戏谑笑了起来 这第三场战斗 他觉得应该比第一场孟子白和新哲的战斗还毫无悬念 他不知道新生的自信从哪里来的 在孟武常说完 那名身材魁梧的红衣青年也是从孟是一族的阵营之中傲气凌人地走了出来 冰冷的声音在众人耳畔缓缓响起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速速滚出来受死 受死两个字说出来的时候 并不像是恐吓 那等言语之间充满了一丝杀意 给人的感觉就是在等一下动手的时候 这孟武不会手下留情 只要出手就很有可能汇取了对方的性命 这让德心是一族的人眉头都是皱了皱 随即新圣和新哲等人就都是将西记的目光投射到了凌云的身上 凌云朝着众人点了点头 然后缓缓走了出去 在凌云走出去的时候 明显可以感觉到那孟武眼中不断涌起一股轻蔑神色 俨然他已经察觉到了凌云身上的武道气息 随即他的声音便是再度响起 你就是新红 新红不是真武镜六众后期舞者吗 你怎么才区区真武镜五重舞者这么垃圾 孟氏一族的其余人见状也全都冷笑了起来 真武镜五重 新氏一族这是没人了吗 竟然叫这么一个废物来比斗 让这小子跟孟武比斗 那简直就是对孟武的侮辱 孟武恐怕只需要动动手指 就可以将这小子像捏死一只蚂蚁一般捏死了 就连那孟武长也趁机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新盛 我原以为你们新氏一族还能有几个不错的后辈 就算没有不错的 至少也有实力凑合的 但没想到你们新氏一族竟然已经没落到了这种地步 真是可悲 听着这些人的话 凌云眉头一挑 面色微微不爽了几分 都叫完了吗 凌云的声音平淡响起 让蒙氏一族的人都是一正 叫完 当他们是狗吗 不等他们开口 凌云的声音继续响起 我叫龙武 新氏一族的供奉 这一场战斗将由我代表新氏一族来进行比斗 如若你们怕了 大可以现在就直接认输 你们放心 即便你们认输 我也绝对不会瞧不起你们 最多就是鄙视你们而已 不报自己的真名 是昨晚凌云和新盛一起商量的结果 现在凌云在九州名声不低 若是报真名就太引人注目了 凌云得罪过不少人 只不定会招来什么横祸 到时候万一那些人得知凌云搬过新氏一族 认为凌云跟新氏一族关系不一般 然后对新氏一族下手 那可就遭殃了